一阵阵呐喊声拉开了军运会的序幕 与此重跑 弹药拳送 荆棘排雷 官兵们把充满硝烟味的实战科目 变为充满趣味的禁忌项目 汗水与热血在训练场上碰撞 绽放出独属于军营的青春风采 奔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训练之余 新疆军区某辩放团官兵 在战地俱乐部的图书阅览室看书 听战地小广播 打台球 画画 唱歌 动静结合 内外兼修 在放松身心的同时 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修养 我们充分发挥政治工作 服务保证中心的作用 创造学习平台 丰富娱乐活动 让官兵学有条件 玩有场地 持续激发练命备战的热情和动力 节日的军营也少不了美食住信 在第77集团军某工兵旅 军营美食街成了官兵们必去的打卡地 陕西肉虾馍 河南胡辣汤 重庆酸辣粉 四川波波鸡 不出营区 官兵们也能尝遍全国各地的美食 一首首经典歌曲 一段段革命故事 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 组织开展 红色故事会 唱之山歌给党听等文化活动 英雄的历史事迹激励着官兵 抵挡着他们的心灵 开展此次的红歌会 将红色基因融入进官兵的心中 引领战友助劳信仰之机 补足精神之概 同时也丰富了官兵的文化生活